传说中的猛男漏肩究竟有多骚 今天犬夜叉就带你独领风骚 在解决了黑屋女后 他们刚前行不久 就遇到了一只巨型蜈蚣精 蜈蚣精对着他们就是一顿喷吐粘液 于是他们决定联手制定 每个人都掏出自己的绝火 可弥勒的一个率先出手 仅仅一缠仗下去 蜈蚣精就没了 直接从弥勒身后倒下 让弥勒上演一波真男人从故回头看爆炸 而就在这时 地旁响起了异常的声音 原来是附近村民的欢笑声与掌声 村庄一直以来饱受蜈蚣精的折磨 所以此刻蜈蚣精被弥勒铲除 村长也是由衷地表示感谢 于是打算把他们请回村里 好好准备一番宴席招待 可弥勒并不想在此多做停留 因此礼貌地拒绝了 不过听到村长说 村里有漂亮可爱的妹子在等着他们时 弥勒又瞬间眼放亮光 当场原地反悔 表示村长一番好意 自己怎能不领情 就这样 一行人跟着村长回到村庄参加宴席 但正当每个人都在品尝着美食的时候 弥勒又开始撩妹了 对着一个姑娘 就是问人家愿不愿意为她生孩子 而就在这时 一个老婆婆听后却极其乐意 看着这一老一哨要生孩子的画面 所有人都哄堂一笑 这画面 是阿黎从未在这个时代所见过 于是情不自禁地说出了欢聚一堂的成名 但犬夜叉听后 却是不自觉地联想到了杀生丸 瞬间就感觉到了画面的压迫感 本夜叉赶紧挥掉那该死的场景 然后直接躺下 就这样 宴席过后夜色也逐渐加深 他们只好在这里留宿一夜 可当弥勒正睡得相识 貌似脏东西要来了 此时一个赤脚孩童轻轻地走进了屋内 弥勒误以为是做父童子 于是举起缠杖就要打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竟是个正常小孩 弥勒真是无奈 好好的法师 突然就被迫当起了爸爸 带帮小孩虚往后 弥勒也虚地回到了房内 然后继续睡觉 可睡了不久 突然门外又来人了 他误以为是那小孩要继续尿尿 只好再度起身 但这次来的其实是珊瑚 他懵了一会儿 然后左部右盼 察觉没人后 感觉自己的春天要来了 于是赶忙拍拍背容 让珊瑚一起睡下 可万万没想到 珊瑚听后就立刻举起飞来鼓 直接向他砸下 他吓得赶忙奔出房间 但珊瑚依旧穷追不舍 还一个劲地向他吓死手 刚开始他以为珊瑚是在生气他的所作所 于是一边跑一边解释 可经过片刻的追逐后 他却是发现了珊瑚已被操纵 情急之下 他赶忙叫行犬夜叉 终于在那关键时刻 犬夜叉拦下了珊瑚的飞来鼓 而珊瑚也顺势地扑在了他环境 然后他继续摸翘腿 但是迎来的无疑是一八角 就这样 珊瑚清醒地过来 但珊瑚并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附体了 犬夜叉更是丝毫感受不到妖气 他们顿时迷惑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明家却从弥勒怀中跑了出来 犬夜叉看见后 正想破口大骂明家这阵子跑去了哪里 可珊瑚又突然想到了 儿时父亲曾说过 有妖怪会在死后 发挥真正的力量附身他人去做 弥勒阿里一听 瞬间意识到了今天的蜈蚣精 于是他们赶忙起程前去抛粉 但挖掉泥土后 蜈蚣精的海骨却还是正常的 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弥勒只好贴上一张符录 然后让犬夜叉重新买上 可片刻后 却是轮到弥勒被附体了 弥勒直接举起禅杖 就是朝珊瑚发起一顿猛攻 此时躺在珊瑚身上的明家察觉不对 于是赶忙跳到七宝身上 然后让七宝赶紧离开 而也说巧不巧 明家一离开珊瑚 弥勒的攻击目标瞬间又转到了七宝身上 但骑上了云母的七宝 岂是弥勒能追上的 就这样 弥勒追击不成 还摔了个狗痕屎 不过也因此恢复了正常 此时阿黎上前关心地问候一下他 可他却又不老实了起来 连阿黎的屁股也不放目 真是颇有当年曹贼之风 不过犬夜叉也是大方 自己女朋友的屁股 让兄弟摸了竟然也不说什么 而就在这时 大家火来了 犬夜叉感觉到一股诡异的气息 刹内间 一条大蜈蜈就从地下钻出 看着身形颜色 他们以为是白天杀掉那只的老蜈蜈 所以纷纷认为被附身是这只蜈蜈蚣 于是犬夜叉在安置好阿里后 极客奋勇向前拔出铁肺牙 然后直接施展风之伤 煞事件 强大的刀器极客撕裂无功 天也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们所有人都在此松了一口气 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但片刻后 犬夜叉的瞳孔忽然骤变 然后就开始一阵狂笑 笑过之后 一下子又把目光转到气宝了 看来目标又是明家 就这样 犬夜叉像个跳蚤一般地追了上去 随后还一边喊着明家停下 但自始至终云母都没有停下来 犬夜叉无奈之下 只好一跃跳到他们身前 然后云母急刹车 七宝直接蹦了出去 紧接着犬夜叉开始了明场面 就这样 在七宝的惊恐之中 犬夜叉还是伸下了魔爪 但就在这时 阿里赶了过来 然后直接一声作响 犬夜叉又离奇地恢复了正常 正常回来 原来 刚才犬夜叉的目标是七宝头上的明家 而就在这时 一只母跳蚤也紧接着出现 直接就是抓住想逃跑的明家 这场被附身的闹剧 竟然都是因为明家的情战 这个母跳蚤名叫生姜 是被明家父母定下的未婚妻 本来到了他们这把年纪 也该成家了 可明家这个死老头子 却成天在外面鬼魂 一直寻找漂亮的妹妹 蹭人家屁股 真是伤透了生姜的心 所以这次就算五花大跑 生姜也要把明家绑回去成婚 但听完生姜婆婆的叙述过后 阿黎确实觉得 让两人原地结婚较好 这也是为了防止明家 再次逃跑的办法 就这样 犬夜叉中人 将两票早带回了村里 然后托村长 为他们举行盛大婚礼 让云母乘着他们 走进幸福的婚姻殿堂 可当生姜害羞地 拍了拍明家时 却是突然发现 新郎被调包了 不得不说 明家的逃跑技术 确实天下第一 不过这次他跑 他追 他已经插翅南飞 原来奈洛也有出现 生理妻而虚弱的一天 难道他和犬夜叉一样 都在某个特定日子 会变为人类吗 今天 为了追寻奈洛的踪迹 犬夜叉众人 一如既往地开始寻找 而与此同时 养好伤的钢牙也一起出动 不分昼夜地带领狼群寻觅 最终他们会合到了一起 但由于今晚是朔月之时 犬夜叉会妖力散失 变为人类 所以弥勒为了犬夜叉安全着想 并不打算继续前行 于是让钢牙先去探探路 可这对犬夜叉来说 无疑是一种痛苦 明明奈洛就离自己不远了 自己却赶上了这大一副时刻 但他们没有继续前行也是对的 此时钢牙的行踪 正被神无的镜子一览无余地监控 神乐发现后 即刻带着骷髅大军前往 煞时间乌云遮蔽星空 神乐看到钢牙后就是一刀斩下 随后跳落地面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演 神乐这张可恨的脸 钢牙一刻都没有忘记 毕竟神乐是屠杀了自己族人的元凶 于是为了替族人报仇血恨 钢牙不再莫及 直接冲上前就要干神乐 但是却被骷髅军团给阻挡下来 无奈之下 钢牙只好迅速解决这些虾兵 可解决了后 此时神乐又释放出了锋刃之物 对着钢牙就是一阵瓜 钢牙情急之下 只得使用四魂碎片的力量 然后迅速跃到神乐面前一拳轰下 看着这浓烟滚滚的画面 钢牙以为自己得手了 但神乐却早已溜到了后上空 随后趁他不备 立刻挥舞扇子释放一招龙蛇之舞 煞事间 那骷髅龙卷风将钢牙层层包围 根本毫无缝隙逃跑 此时躲在后方的狼腰意识到不妙后 也是无计可施 只好回去向阿黎求救 就这样 他们把钢牙被神乐困住的消息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珊瑚得知消息后 为了犬夜叉的安全 决定和弥勒两人前往 让阿黎留下陪犬夜叉 毕竟犬夜叉变成人类的事情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但犬夜叉却丝毫不听犬 直接踹开房门 然后在两狼腰的惊讶之下 一人一个小犬犬 逼迫两狼腰在其他人面前 不得提及自己人类的身份 弥勒见状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既然已经封住了两狼腰的嘴 那也只好带着犬夜叉一起上路 但还来得急吗 此时钢牙在龙卷风内 正被刮的变体鳞上 体力也即将被耗尽 无论钢牙打碎多少骨头 骨头都始终不减反增 照此下去 钢牙终有历节的一刻 好在一个不经意的抬头 他终于意外发现了逃生的出口 于是直接跳跃而起 刹那间直接从上空蹦出 然后借力顺势而下 打算一脚踩向神乐 但就在这时 神乐反应过来瞬间打开扇子 煞时间无数的骷髅军团 又袭向了钢牙 就这样 钢牙一不小心 又遭到了神乐的折磨 两腿之间的四魂之玉碎片 直接被锋刃刮出 然后废物的躺下 碎片也落到了神乐手里 但正当神乐欲了结钢牙的时候 珊瑚和弥勒也是 及时的赶到了现场 迅速逼退了神乐 钢牙这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虽然碎片没了 但还有阿里关系的 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搞得他都不禁的小脸一休 就这样 夺得了钢牙的碎片后 此时神乐也正往 耐落的城堡坊 为交差 可正当即将抵达城中时 神乐却是突然发现 耐落的结界貌似松动 这也就意味着 耐落并不在城中 或许这便是神乐 脱离控制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神乐即刻逃跑 溜到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 顿时感觉内心舒畅了许多 也许这就是自由的味道 但神乐转念一想 自己的心脏还在耐落手上 一旦被发现 迎来的无疑又是无尽的痛苦 就在神乐这不知道如何抉择的时候 突然天空划过一抹流星 这瞬间让神乐想到了 那个实力强大且又秀起的男人杀生丸 于是神乐即刻带着碎片前往寻找杀生丸 然后在奉上碎片的同时 表明自己的来意 让杀生丸与他做一场交易 杀生丸听后对此感到有点疑惑 毕竟自己压根不需要四魂之玉碎片这种玩意儿 但就在这时 正在度过生理期的耐落 却是感知到了神乐的叛逃